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在他上任的第一天 請到這位樂主席 親自來到我們大愛琴盟日 平機會新任主席周先生 周醫生 謝謝 唱歌就等著 謝謝 怎樣? 在這裏 大家可以聽聽周先生 第一天已經上班了 雖然公眾假期 聽聽周先生有什麼說 給周先生 謝謝大家 邀請我參加這個 這麼有意義的聚會 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 做平機會的主席 也是很有幸 可以出席這個 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是做我工作的第一天 在這裏我見到不少的朋友 你們都是為了 爭取香港平權 而來這裏的 剛才 你都說得很對 我一個做醫生 就不需要醫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 基本上 性傾向是 無論在科學 醫學 心理學 社會學 任何的學者都告訴你 是生出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世上 也有不少人 是有些不正確的信念 或者不正確的資訊 令到他們 是對不同聖經上的人 是有其見的 我們怎麼能夠打破這些信念 打破這些誤導 就是我們需要做的工作 所以我們今天 可以很清晰地告訴大家 這個平機會 是和你們一起 會爭取平權 爭取 是不會有任何人 因為任何的性經向 而受到社會上的歧視 這個爭取的路程 是崎嶇的 不要我們低估了這個工作 政府 為什麼說 他們暫時 不做任何的 立法性的諮詢 正正是因為 我們 立法會的議員 我們的政黨 對這個議題 還是有些恐懼 還有 是有一些抗拒 當然 大家都是 所有的政黨 和社會上的選民 你們有機會的話 應該和你們的議員 你們的區議員 你們的支持的政黨 講多些這方面的問題 令他們理解到 我們也會面對 不少一些傳統的信念 包括有一部分的宗教組織 他們對這方面的看法 但我們要明白到 只要你知道 每一個人生出來 就有不同的性傾向 就好像我們的膚色 我們 高、矮、肥、瘦一樣 每個人都是不同 但是 我們要尊重 每個人有他的基因 有他的潛質 盡量發揮他的所長 能夠令他們 在社會上有貢獻 我們不需要理會到他 究竟是基還是不值 這件事我覺得 是不需要 考慮的事情 自從我同意做了這份工作之後 我都諮詢過我的女兒 我有兩個女兒和你們大家 這麼長的年紀 他首先呢 就告訴我 我爸爸 這件事 你需要討論的嗎 It's happening 這件事全世界都在做的事 根本是不需要討論的 但是 怎麼能夠反對任何社會上的歧視呢 我認為立法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做法 而立法的過程之中 我們是要影響負責立法的人 這個包括是政府的部門 包括是立法會的議員 包括是社會上的輿論界 我們的傳媒 全部呢 我們都要花點精神 解釋給他聽 我們要和平這樣爭取 但同時呢 我們不可以放棄每一個可以用的機會 希望大家呢 繼續努力呢 一起向這邊來邁進 我相信呢 我們一定會 著寶著寶地 拉近這個距離 也使得香港呢 是可以成功的立法的 那在這裡我再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呢 繼續支持我們這裏機會的工作 謝謝你們 請客老婆啊 周先生 很開心呢 有一個專業的醫生呢 終於告訴我呢 我是沒有病的 只不過是個基因不同 有些人的基因是基一點的意思而已 哈哈哈哈哈 OK 周先生 真想多問你們清楚一句 你贊成 反性傾向歧視立法嗎 當然我們贊成是盡快立法的 好嗎 很感謝今天第一日李生 周先生已經出現在大學同盟的冰落地 其實冰落地裡面有一些成員 其實裡面不是全部都是彎的 裡面其中有一個人就是席的 那個就是何秀蘭議員 大家今天是不是見不到他 不要以為他太矮小了 見不到他今天真的沒來 為什麼沒來呢 他轉頭他會解釋的 還有他留下了一段說話 是有些說話跟周先生說的 何秀蘭 大家好我是何秀蘭 我很羨慕各位 今天可以參加這個這麼開心的活動 我就因為公務要跟立法會其他的同事 去到韓國首爾 去考察他們廢物管理的政策和措施 香港確實是要好好處理廢物 做好一個自己的政策 但是社會上其實有更加多不必要的情緒 是需要我們去處理的 例如對同志的誤解 定見 排斥和歧視 這些都是不必要不需要的 我很希望大愛同盟能夠進行回收工程 並且將這些不必要的情緒 改造為愛和平共存 互相關懷 我亦都請新任平基會主席周一岳先生 盡快進行回收再造 在推動平等戶外的工作時候 千萬不要退縮 不要怕其他的勢力 也不要拋下同志 一個都不能少 何秀蘭說 周先生 請不要拋下 我們這些這麼可愛的同志 一個都不能少 人權的問題 就不同垃圾的 人權的問題是非常之重要 亦都是我們每個人是一定的尊嚴 所以我希望大家 雖然是注意地方清潔之外 實際更加重要 就是令到我們的心靈 我們的精神都是清潔 令到我們不會對任何的東西 是戴一個染色的眼鏡來看 令到我們對每個人 都一定的尊重 一定的愛護 我們香港是特別需要這方面的精神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亦都在這裏 多謝這麼多位的主持 還有今天參加特別 我很欣賞那些歌聲的 各位 各位歌手 和我今天出席這個音樂會 為大家獻唱 希望大家享受今天下集 多謝 已經滅血了 因為周先生唱歌的點擊歌 很厲害